來到色澤晚節,今天嘉賓邀請來楊書健的Victor 你好 我們經常說REIT,其實基本因素都要看香港的租金走勢 說一下租金走勢是怎樣 早前差響物業股價署公佈了最新頭六個月 甲級寫字樓六月份的租金指數是263.7 這半年期間升了4.11%,甲級的商下 而月級的商下,升幅沒有那麼多,2.85% 而私人舖位方面,升幅更加溫和,1%都不夠,0.97% 如果相比之下,用舖和私人住宅的比較 私人住宅都升了3.3%的這半年 租金指數再創新高,但其實外圍的環境有點不明朗 無論是環球的貿易戰,或者地緣的政局,風險那些 或者內地的信貸風險那些,都是一些 不知道會否影響到香港經濟的 如果商客或店舖,比起住宅的需求彈性就要高一些 如果經濟環境是可能轉差,會不會是店舖的敏感度 未必延續到下半年,可以繼續升2-4% 其實我們來看,最主要商業的租金升跌 的確與經濟掛勾 但不同的商業地產都會有很不同 例如最穩定的物流,一簽簽租約是15-20年 到酒店每天都要重新計算過,究竟租了多少房子 房租是怎樣的,當然是分別很大 不過,今天講的這幾個數據 可以看到其實都有幾件事可以留意 一,就是香港的甲級寫字樓的租金是全世界很高的 相對我們最近的經濟對手,新加坡,甚至澳洲的Sydney、墨爾本 我們最貴的甲級商下和他們最貴的甲級商下比 其實是相差兩三倍 在這些情況之下,我們仍然是半年升4.1% 其實是看到香港辦公室的需求真的很高 其實大家都看到,中環現在很多是中資 有些外資不停地搬進來,新的需求搬進來 那裡是一,二,就是你看到九龍東做了十幾年 現在真的做得漂亮了 所以你出現的情況就是,開始那裡的租金都慢慢升 升到其實來九龍東的租金最好的租金 和整個新加坡來說最好的租金 其實那個相差已經不多,相差是兩三成的 所以在這些情況來看,其實反映了香港 是真的集中了很多高級的公司 變成我們來看下半年也好 另外可以留意的都是零售的租金 我們看到就是15、16年 因為零售市道是弱的,租金的確跌了些 但現在開始平穩了半年升1% 雖然又不是升得多,1% 其實反而反過來就是零售那邊也是穩定了 好,零售都谷底反彈 當租金指數是升的時候 自然當然利好REITs 但剛才提到租金指數升得最厲害 說是甲級雙下升4% 雖然雙下升得多 但如果你看上去的REITs 又不是很多的資料是甲級雙下的 通常這些優質的資產 通常都是地產商 自己的旗艦、中環那些 就是上市公司自己拿著 就不會是放在REITs那裡賣 那是否就是說 香港現在上市的這些REITs 可能未必那麼受惠得到 在租金上升 其實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的確很多甲級雙下不在REITs裡面 不過有不少都在收租股裡面 其實收租股的生意模式 和一間REITs不會相差太遠 最大的分別就是 它不需要將所有的收入派遣做息 所以對某些投資者來看 都可以看收租股 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實REITs都有甲級雙下 有一兩間都不少 所以投資者可以留意多些 好 指數的另一個特點 就是售價的升幅 其實比剛才看過 租金指數的升幅更加誇張 如果以零售店鋪為例 上半年整體的售價指數 是升3.3% 剛才才說的 那些鋪位谷底反彈 租金都升不夠1% 但售價是升3% 近來看下去新聞都有不少的消息 很多大業主一批過賣店鋪 例如大雄輝興業放售23個 市值總共45億的物業 現在鋪王 鄧承波也標售12個物業 市值超過80億 投資者現在這麼大手去放鋪位 但當然80個 即幾十個 未必每個都是最最主要的地方 可能地點和質素都不同 如果這些放售的新聞 對於以收租為主的REITs 有沒有參考價值 其實有的 因為REITs到最後 我們計價 首先要計上NAV 淨資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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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就是講回這些資產 可以賣到多少錢 所以變成資產的價格水平升 對他們怎樣都會有影響 另外一件事可以留意 其實說了加息 都說了兩年三年 你見到我們一直說的說法 就是其實樓市 尤其是這些商業的樓市 它會升跌 除了加不加息之外 最大的影響都是它會不會加租 過去一段時間加不加租 以及對未來的期望高不高 你見到租金的售價仍然升 甚至乎有些項目升得比租金快 其實就是反映了 有部份的投資者 對後市有信心 你見到有部份的大業主 一放就放出來 是四十多億、一百二十億 其實這些我們的看法 就是它可能是所謂的開倉賣 變成它就是容許有興趣的投資者 去選擇它旗下的資產裏 哪些是可以賣得肉 這些我們覺得是無可厚非的 對REIT來說 越蓬勃的資產市場 就是越多買賣 它那個資產價值的準成度就越高 所以對我們就覺得 長遠來說 或者中長期 都對REIT是有正面的影響 那些REIT會不會在這麼多人放售之下 可以看回市價 做過資產的重股 都可能會有 對資產的價值有提升 會的 其實資產重股 就是管理層自己做 當然這個會有作用 更加大的作用就是 其實所有的分析師 所有的基金 我們都會自己計算NAV 我們計算NAV 都是根據 究竟現有這些資產 它可以買賣多少錢 但是有時你會見到 都對REIT有折養 這個會怎麼來的呢 就是因為 其實NAV 最後的定義就是 若果突然間 今天是REIT說不做了 將所有東西 用市價可以賣出去 還了所有的債 之後 剩下的那些錢就是股東的錢 這就變成了 你當市場是相信 那些REIT裡面的資產會動的 我們所謂的旋轉門理論 就是說你的資產要有入有出 又會以上市的形式 或者收購的形式 進入REIT裡面 偶爾會在REIT賣出去 或者被人收購 或者整間REIT給人M&A之類 你要有這些不同種類的交易 那那個NAV的股價才會貼近NAV 講到REIT的折養 其實剛才說放售很多 鋪王賣了這麼多 有些是拿回資金 去買一些可能再二三線一些 落後一些價值的店舖 正正就是 如果REIT手上拿著那些 是NAV有折養的資產 會不會得到一眾放售元的投資者 去考慮REIT裡面的商下 商下店可以向他們買 會的 這個就是 如果做到這件事 其實就是 那個旋轉文理論最好的實踐 就是如果 投資者在外面買了 又在REIT裡面買一些出來 甚至乎 香港我們暫時未看到會太多 但你看到其他地方 甚至乎有些REIT 可能它的折養是夠大的時候 甚至乎會吸引投資者 整間REIT去收購 或者私有化 那你會有些很極端的例子 今天香港不是了 但是有些很極端的例子 若REIT是去到四五成折養的 對相對的NAV 那你一個投資者 去將它整間私有化 那理論上它一賺就賺一賠 那變成了 其實香港的REIT 或者所有的REIT market 若它對那個NAV有折養的時候 我們就要看看有沒有這些影響 究竟REIT會不會賣一些資產出來 他們有沒有可能會被人收購 被人私有化 那越多這些可能性 那其實對REIT的估值就會越準 那即是雙下店舖的市道很暢旺 對REIT的估值都有幫助 謝謝Victor 上次 今天的色澤來到這裡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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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跟你講 謝謝大家 我們去兩個 新 mm 請你 好 constructive 我們去捏